这个股市大涨了 146家上市公司的股东紧急在套现 上帝必死其灭亡 必先死其疯狂 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危机是结构性的问题 不能下猛要 下猛要打强行症 这说明这个病人生命垂危了 现在的股市状况 让我想起来这个钱中书的小说 有个叫围城 城里的人想冲出去 而城外的人想冲进来 中国的股票市场就是个赌场 其实中国股市的性质是 你跟政府在不互 中国的股市力 我想永远有可能都不会去赌策 这次北京救市这个政策 央行直接向股市里面发钞 股金中外没有见过这样的措施 股市大庄家地向大放水 等于是完全破坏了公平的机制 这副猛要有可能致命 欢迎收看经营论坛 我是石山 十一长假之前 北京突然推出一系列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希望能够挽救濒临危机的股市和楼市 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场猛然上涨 这个高高翘起的制住线 如同一把巨大的镰刀 看起来是锋利无比 正在俯视锋涌入市的投资者 面对这种明明白白的巨大风险 中国大批的散户仍在摩拳擦掌 前赋后继 当然一旦股市转跌 中国这个社会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今天的嘉宾有大纪元时报的总编辑郭军女士 还有独立电视片制作人李军先生 另外原上海企业家 现在旅居美国的胡立任先生 今天也会连线参加我们的讨论 李军 现在是在中国大陆叫做十一假期长假 股市是休市 但很多报道说之前几天大幅度上升 已经成了中国老百姓最近假期里面 最热门的一个讨论话题 据说是很多人摩拳擦掌 准备下个星期准备去大赚一笔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在里面 准确的讲 我觉得民众现在对这个股市大涨的看法 我认为是冰火两冲天 就是有很多人冷眼旁观 但也有不少人充满期待 那么冷眼旁观 主要其实还是一些经济界和企业界的人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股市大涨的时候 146家上市公司的股东紧急在套现 网上有一个女性股民 大概30多岁 挺有知识的样子 然后她做了个视频 她说非常高兴在说 她说我在9月30号 节前最后一天终于清仓脱身了 她说自己的总共亏了1% 但是她很满意 如是重负一样 我想她应该是属于长期被套牢的那种人 套了很多年了 终于有机会脱身了 所以很高兴 我看到微信上一些企业老板的群 基本上不谈股市 一片安静 其实他们绝大部分的经典的策略是 不投资 不扩张 手持现金 不买房 因为他们很清楚 中国现在实际的经济状况是多糟 所以他们属于冷眼旁观型的 另一面呢 就是火热讨论型的 月月一世啊 要想在节后进入这个股市捞一笔的 很有意思呢 这里面好多 我看到讨论的并不是太懂经济方面的人士 很多是什么呢 很多是退休的老人养生保健群 甚至还有这个研究佛经的群 我当然想 这些人以后要入股市了 我还看到一张证券公司的那个新闻照片 看到两个和尚 在一家证券公司开账户 穿的那个和尚服 网上还有一个大妈的视频 很火 那个大妈嘛 她说股市大涨了 那是因为什么呢 中美贸易战 中国终赢了 美国又输了 我左思右想也想不通 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来的 就这个股市怎么会跟中美贸易战 有什么关系 逻辑是什么 当然我想了 十一之后应该可能有一批这样的人 会冲进股市 对对 现在股市状况 让我想起来这个钱中书的小说有个叫围城 中间有一句话 叫围在城里的人想冲出去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 婚姻也罢 事也罢 大致如此 现在的股市应该就是这样 你说到这个解套的这个事 我想起一个人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很开心 胡锡进 他被禁言之前 7月份 刚开完三中全会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大概亏了10万 他投了大概70万左右 亏了10万左右 结果他后来因为他胡乱解读人家这个三中全会 结果就被禁言了 现在我估计他已经回本了 有没有他的最新消息 有没有被解禁出来 事实上怎么总是这么关心胡锡进 胡总啊 其实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那些新股民 因为国内媒体都曾经报道 就是国内的媒体都已经报道过说 在中国普通民众不适合入股市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要冲进去 真是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不过老胡呢 现在好像还是没看到他们最近解禁的消息 他在2900年左右自己亏了10万 后来就被禁言了 现在股市到了3300点 我觉得他是应该有机会全身而退的 如果平均来讲 大概是升了10%多一点吧 是吧 对 所以他起码也赚回个六七万来了 有机会 但我不知道他现在还相信不相信股市啊 我估计老胡应该还是想退的 不过呢 他如果退呢 肯定不能大张旗鼓的 对吧 我建议石山呢 以后你还是别关注他了 让他悄悄地走 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股市 OK 你这个说的也挺有意思 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胡先生啊 以前拼命唱好 说中国股市什么几千点 一万点之类的 大家觉得挺有意思 我想问胡立任先生 您现在还有投资在中国的股市吗 我很久已经没有做股票 我的账户都已经关闭了 OK 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说呢 中国股市应该是最早的参与者 是吧 上海股市还没开市 你就在里面了 已经在这个 帮他们做这个交易系统的吗 对吧 对我自己也是老股民了 对对对 我是90年开户的 也就是上海政权交易所成立的那一年 所以您现在啊 这个中国股市这种闹得这么厉害啊 您还是应该认识很多啊 比如上海的一些朋友啊 搞投资的 他们有没有谈过 或者是怎么看这个后面这个股市会怎么走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目前的股市呢 是非常确切的 就是上帝必死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现在目前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这样一个时期 而这种疯狂 为什么说它是疯狂呢 它已经没有任何的经济学的逻辑 这种上涨 你看我们看中国股市啊 其实中国股市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行为 它本身股市应该是一个市场行为 对 但是中国股市跟其他各个国家的股市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种行政行为 你看中国所有的股市 那一般的像你去看那个 西方国家的一些正常的股市 它都是以逐步缓慢上涨 以跟整个经济的波动成正比 对 也就是随着整个经济波动增长而增长 那么中国股市你要想赚钱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急拉升急下跌 也就是说上涨也是疯狂的 下跌也是疯狂 那么我这段时间在回忆我过去的一些圈内的一些朋友 其实真正赚钱的两拨人 一拨就是跟体制内 因为我以前是在这个行业 也算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的 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 我熟悉很多人是在股市当中发大财 那么这些人其实是跟政府有构兑的 也就是跟证券文 跟上市公司 那么有的是它是赚整个系统性的这个钱 股市的钱 有的是赚个股的钱 他们的信息是超前 这是一拨人 另外有一拨人 也就是证券公司的一些做自营 或者上市公司做自营的一个人 他们几乎都是了解个股的那些情况 他们的信息是超前 这个就是信息不对称 就是你假如说你的信息是滞后的 你肯定赚不到钱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人就是做技术面的 它只做上涨 刹跌 就是这个 平时的一些股票它碰都不会去碰 很少碰 或者是低仓位的去碰那些股市 一旦进入疯狂阶段 那么它就以一个赌徒的进入 那么中国股市现在目前走到这个地步 你看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个股市 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考虑我如何 我是不是应该进去 那么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首先你要进入这个股市 你要了解这个股市的性质是什么 其实中国股市的性质是 你跟政府在博弈 你看这次拉升 你可以说它不是民间资本 也不是市场资本 真正的中国叫国家队 也只有国家政府庞大的资金进入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样拉升的结果 那么你的对手 其实他们已经赢了 他们的信息已经超前 对 他们把股市已经拉升了 其实拉升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输的过程 你的信息已经滋厚了 你现在在进入 你就不知道上去还是下跌 那你就是瞎子莫想 你根本不明白 也有可能马上下跌 也有可能还能上去 所以这些信息的滋厚 你本身就是一个输家 你本身已经是在输了 那么现在所谓的赢家 好像有我全仓还在那个里面 其实这些人就像你们刚才所说的 已经套牢很多年 假如说一个小姑娘她说什么 我这次我全部清仓了 我只亏了1% 那她是亏得非常少 中国的老股民 像我们90年代的股民 其实亏是假如说你有100万 那现在假如就10万20万 那你已经是很正常的 已经属于股神级别了 对 已经属于股神级别 你看现在还有股市 有一个特点是这样 你看股市以前都是专家出来说话 我说的专家都是一些金融专家 或者是专业人士 现在没有 现在互联网上所有的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小伞 对 就是站在马路上没有任何的信息 其实真正在中国现在去讨论这些股市的 也就是这些小散户 专业机构的人已经不看好这个股市 没有办法再去评论这个股市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悲哀 那么我建议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新的股民 你觉得这波可以进入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应该是阶梯性 你不要把所有的钱去压住进去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猜 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 我们大家在猜三千多少点 四千多少点 五千多少点 你到这个位 这个位是无知的 但是我相信现在因为整个经济的垮塌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 经济学的逻辑来思维 也就是再涨个几百点 不可能涨个几千点 假如说你觉得涨了几千点的话 那这种可能是非常非常小 可能非常小的 那么政府 那假如说你再涨几天点 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有一种可能 就是政府的资金 在低价位的收购这些民企的部分 变成大股东 那么让这些本身的这些大股退出 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国有化的 在每一个过程 完全有可能 有的比方说企业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原来可能不是股东 可能机构的资金 比方说我的占有量 我的资本的占有量不大 那么我现在用低价位来收你的 我收到你比方说 我收到你6%、10%、8% 我就变成大股东了 那么我牢牢控制你这些股票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所说的大股东 其实现在都是在低价位套现 有这样的一波行情 那么他们套现 对他们来说就是高价位的套现 那么他们就离开了 对这些人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李军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里面风险其实非常大 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觉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 蜂拥去入市去跑到里面去做这个 不怕危险吗 我换个角度来说 你像在中国的三四间城市和县城 最普及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呢 打麻将 对 就是在世界各地各大赌场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中国的赌徒 以前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呢 叫十亿人民八亿赌 还有两亿再跳舞 对没错 所以在中国的股市里 我想永远有可能都不会缺赌徒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跟你一样 我也想不通 因为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股市是赔钱的地方 你玩不够庄稼 以前你看我知道 以前在南京税务局里有一个炒股科 炒股科 对它一个科室的人全都在炒股 因为他们觉得我在税务局 我有很多内部消息有把握赚钱 包括我的亲戚 他原来也说有内部消息稳赚 结果到最后都是深度套牢 最后很惨的割错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关系不是真正的关系 你没有到那个级别 你不要去玩这个 但是他们套牢之后 割入之后走了一茬又来一茬 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 或许它跟中国人的这种好赌 还是有关系的 就赌性 因为谁都知道好打麻将的赌钱的人 都是输多赢少 但是谁都会认为自己是那个最聪明 运气最好 可以赢钱的人 这属于拦不住的 因为其实我看着我赌博 他也是有影的 没错 那对于有这个影的人 他好赌的人 我们只能旁观了 你说什么他听不进去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中国人 他觉得我有把握 我知道你有镰刀在上面等着 但是我那个镰刀挥下来之前 我的速度很快 我可以逃走的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我很聪明 我有这个关系 有那个关系 我能分析 我有什么股票 我有电脑帮我计算等等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觉得 包括在赌场里面 那么多人进赌场 想一夜暴富 其实也是抱类似的这种幻想进去 对 其实刚才那个宏列人的观点 我是很赞 就中国的股市 我觉得准确的说 应该连正规赌场都不算 因为证监会 现在它不是事业单位 证监会 它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 对 那说白了 就是中国股市 是属于一个政府部门 你和政府部门赌钱 你有赢的机会吗 对吧 反正这东西都是中人力尔了 咱们就不多说了 对 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叫吴靖联 吴靖联直接就说了 吴靖联是非常有名的 他说中国的股票市场 就是个赌场 然后家里去连赌场还不如 因为赌场老板是讲道的 你们这个道是不对的 你们这个连道都不讲 是吧 正规赌场它还是有规矩的 对 当然 它有一定的规矩 除了它就不赌了 但是现在这个 它是后台 它是没有规矩的 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所以我说 它连正规赌场都不算 对 但你要去玩 我们也不反对 你就去玩吧 对吧 那你拉不住它 这种东西 所以郭总编 你怎么看 这次北京救世这个政策 其实它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意义 它都不是说 由银行向你投钱 它是央行 直接向股市里面发钞 这个基本上 我说实话 古今中外 没有见过这样的措施 你觉得像这样的措施 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吗 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前一段时间 中国内部一直有争议 按照李强的说法 这个中国经济 现在面对的危机 是结构性的问题 需要顾本 赔源 不能下猛药 但这次就是 一下子下了一副猛药 对病人下猛药 打强心症 这说明这个病人 生命垂危了 所以要下 要用电击 要下猛药 那如果不是那么危险 当然应该是 顾本赔源 而不是打强心症 但是这个强心症 不能一直打下去 中国经济 其实根本受不了 所以这次救股市 直接由中国的央行 向股市定向发钞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央行行长潘公胜说 第一期发钞5000亿 还可以继续搞 第二个5000亿 第三个5000亿 这种做法 其实就是政府 当了股市的大庄家 只能升不能跌了 否则央行的钱 就拿不回来了 最后的结果 很可能不是 三个5000亿 而是十个5000亿 最后就是恶性通胀 保住了大型的金融机构 但全国的老百姓 一定一起承担 这个通货膨胀 通胀本质上 是一种财富转移了 所有的货币宽松的政策 最先拿到钱的 最先受益 也就是说 最先拿到钱 社会财富就向谁转移 所以在美国 货币的量化宽松 最受益的是华尔街 那最大的 它是最大的金融资本 而在中国最受益的就是国有机构 美国是资本主义 钱从金融资本向外扩散 中国是集权主义 钱从权力核心向外扩散 所以普通老百姓都是被剥夺财富的群体了 那收入下跌或者是收入增长很少 但通胀数字上升 其实就是大家生活水平在下降 那这就是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是不可持续的 对 持续 这个一定会后面会出大问题 很多人认为这次北京出台 这个几个旧事政策 其实是非常非常突然 因为之前三中全会 不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这个问题很多中国政治观察人士 都很感兴趣 因为7月份三中全会 中共仍然是强调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了 考虑到各地财政收入下降 那税收下降 失业增加 稳健的这个政策 显然就是李强的这个顾本培员的政策的一种表达 但是到了9月24号 中国人民银行政监会和银监会突然宣布救世措施 和三中全会的说法完全不同掉了 那9月26号的政治局开会 为24号的这个突然大放水进行背书了 那三中全会公报说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实现这个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但是到了26号 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就是要说 要扩大财政货币的政策的逆周期的调节力度 保证这个必要的财政支出 要发挥这个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其实这个大百坏就是说要保障经济下行时 中共对社会的绝对控制 要让地方政府不要因为没钱而导致管制失控 那政治局的这个措施其实还包括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这个实施有力度的降息 要出去房地产市场所谓的止跌回稳 还要努力这个提振资本市场 这个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要打通这个社保保险理财 这一系列的金融入市的这个堵点 那上面基本上就是政治局给24号的这个大放水政策背书了 那原来的政策是发挥市场机制 创造公平的市场实现自愿配置的优化 现在的策略是针对国优金融机构 针对股市大庄家定向大放水 等于是完全破坏了公平的机制 也是扭曲了这个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功能 那三中全会是所有中央委员参加的 而这个政治局会基本上就反映习近平一个人的意见 现在等于是习近平他推翻了两个月前三中全会的这个调子 顾本培员变成了下猛药 只是这副猛药有可能致命 狐狸人你怎么看后面这个中国的经济和这个股市的走势 到最后这副猛药下完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来解读一下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这个十几年中国股市的一个变化 其实他上台刚刚几年大概在三四年左右吧 拉升过一波股市其实是一波恶意拉升 那么其实给老百姓下那个套 我们去看那个15年的那个大概到5000多点 就一下拉升到5000多点 然后他是利用一个这个雄安心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就一到5000大概5200多点 5300多点一下就杀跌 一下就杀跌 一下杀跌杀到大概3000多点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你现在指望目前习时代 习近平的时代 你要在拉斯尼泊让你赚大钱 让整个股市良心的去发展 那是白日做梦 所以我是这样认为 我是一个非常悲观的这样 对中国经济是非常悲观的 也因为我这几年不断地坚持我的悲观理论 使得现在所有的一步一步的悲观理论 我18年来美国到19年到现在为止 一直说中国的房产要跌35% 一直说中国的资本市场 要不断地快速下去 甚至于将来会灌烂 这个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的这种观点 比较极端 但是最终走下来就是这样 就像19年 18年19年没有人会看好中国 中国的房地产会跌35%以上 你现在看看40%都不止 对 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句话 就是上帝予其灭亡 使其灭亡必先其令其疯狂 现在中国的不光是资本市场 你包括中国的政治 也是一个疯狂的一个面对 其实现在可能大家还在讨论那个热点就是 这个股市到底能涨多少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因为它完全是一种 政府控制的政策导向的股市 对 某种意义上你根本就不要讲市场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中国政府它有这种能力 把股市拖到3500 拖到3800 拖到4000 甚至拖到5000 就像刚才讲15年一样的 没错 但是它的下降点在什么呢 就是当你大量的散户进来的时候 它可以把你有韭菜可割的时候 那就是它的落点 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股民 真的是要吸取这个血的教训 已经一轮又一轮了 但这一轮 我估计我们就是这样讲 还是有很多人会进来 对对对 几位的说法我都明白了 尤其李军的说法 这个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至于这个线要放多长 关键是跟这个鱼有没有咬钩 有关系 这个耳要放多大的一个耳 也是看这个鱼有没有掉着有关系 所以这个多少指数是多少 这个其实已经不重要 关键是鱼有没有掉上来 这个韭菜 鱼有没有上钩 鱼有没有上钩 对这个是关键 好那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